好了,现在就给大家带来 海钻漫画1064话 更进一步的情报内容 文化前半部分 几乎被黑胡子与火和罗伊火的大战占据 黑胡子使用了一个地震招式 名为Gash 在意识到罗的果实能力已经觉醒之后 黑胡子非常震惊 罗使用出了多个觉醒的技能 这其中就包括了 他在合作过篇重创大妈的震惊威尔 这部分的最后 我们可以看到黑胡子使用出了暗水 接下来是期间 有关大妈的部分 在船上的人质布林对黑胡子说 要是大妈还活着的话 你早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黑胡子笑着回应说 我们现在正是和杀死大妈的那个人在战斗啊 如果那些老的传奇们总是站着地方 那么时代还怎么进步 接下来到波尼这边 波尼有能力把自己变成了小孩 把圣平也变成了小孩 就像SPS中我们曾看到的那样 把乔巴变老了 把陆飞也变老了 陆飞的年龄现在是70岁 在北加盘克的飞瓶场 波尼发现了一个光鼠军道 这让陆飞非常惊奇 乌索普小组到达了弹头岛的实验室阶段 陆克尔号莉莉丝告诉他们 需要在禁语之前进行换衣 甚至换上了像之前圣平一样的夏威夷服装 其余人全都换上了像之前 波尼和陆飞那样的未来服装 好补充情报就这么多 我们就进一步期待更精彩的漫画内容出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